Hello 大家好 你在看的是英國老人院 記住給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WeMeSignal Share 訂閱我英國老人院的頻道 和按下我的鐘仔 那你就會收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的Patreon 請我食條椒助養客小弟 多謝 好了 各位玩友 又跟大家見面了 那我之前錄過intro 就考訴大家歡迎 那些朋友就問我究竟講什麼話 那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以前我新增的80年代 那很多老人家都是講話的 所以就想跟大家用回這句 有香港特色的說話方式 就跟大家有時候交流一下 那所以不玩了 玩得太久會死 因為以前我生長的80年代 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說話的 很多不同的 你又說 可能廣東話不正 但不是取笑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的老人家是很有智慧 有時候 有時候聽到的時候你習慣了 剛剛聽到的時候會覺得很有趣 你習慣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過癮 都是一種香港的特色 你看到現在很多老人家 就算不是80年代 到今時今日為止 很多老人家在香港生活 生活了好一大段日子 但是他們所說的廣東話都依然是這樣 代表者好像李嘉誠 魏康先生那些 他們說的廣東話都是很有型的 所以有時候偶爾玩一下 就想模仿一下 都算過癮的 那今天就不再跟大家搞事 大家看到了 背景就是這個Exita 因為上一次跟大家說PayMuff的時候 很多網友就說 你快點跟我說旁邊的Exita 我們很有興趣 其實不單止兩三個網友 是這樣表示的 已經接了四五個網友 不停在追我 說ExaExaExa 所以今集就特別 發揮手說完之後 就可以再說其他地區 首先一件事 就是要 怎樣說 要先戴上頭盔 就是申報一下利益 其實說真的Exita這個地方 我是沒有去過的 當然同一時間也可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這些事情 未必需要去那個地方 才會知道那個地方的場景 雖然經常有些網友會留言 說你還沒去過那個地方 你別再說 然後有些留言 就說我住在那裡 你不要亂摸摸摸 不是這樣 說真的那一句 首先一件事跟大家說清楚 好像你投資股票 投資經濟那些 你去買股票 你都不需要去那間公司做過 你才知道那間公司的場景 有時候你去否釋 或者去分析一件事 可以經過一些數據 一些資料 帶到一些資訊 你就大概會明白那個地方 究竟好與壞 心與淺 從而你能夠建立一個信心 可以去 繼續去 究竟支持那個地方 或者是否支持那個股票 這些東西 就是靠你自己個人的眼光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有時候就算住在那個地方 那些人 都未必能夠了解當地的情況 那同一時間 你不是住在那個地方 可能又會很了解 那個地方的情況 這個世界永遠都很奇怪 那樣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我是真的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但是呢 我是透過各種資訊 各種分析 我現在基本上 小弟的身份 就是一個英國地區分析員 我經常很多地方 有些朋友都說 你講講那個地方 那樣 我沒有去過 我怎麼跟你講 那些朋友說 不要緊要啦 你知道了 你找到 你就說吧 那樣 所以我就很不要念地 就鐘出來 鐘出來燈 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地區 行話休題了 那大家知道就OK了 那總之 就跟大家講回一件事 講到很疊 那就是說 這些所有資訊 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的 有時候這些東西未必實情的 如果你真的想更加清楚 深入去理解這些地方 或者裡面有什麼地區好的話呢 你真的自己 否查 否釋一下 深入去查這些資料 作出研究 然後通過你自己個人的研究 或者可能透過一些 參考我的一些意見 綜合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同人的意見 而從而得出究竟那個地方 是不是你應該去選擇 或者好不好的地方 總之我這些 純粹是一個個人的意見 參考性的節目 來的 就不是說真的 說到那件事是正確 是與非 一定是真實這樣 OK 有時候這些東西 是觀點與角度的 OK 大家明白就知道了 好了不用大家浪費時間了 那就講到Exita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 比較概括性的資料 基本上Exita 就是這個 叫做 這個 叫做 盆房 那 叫做 盆房 那 叫做 那盆房 究竟是什麼地方 就是未到 康和 康和 這裡是最小小的地方 那它就是一塊 西南面 的地方 一大大的地方 這個 整個地方 就是這個 盆房 盆房 中文應該叫做 德雲棍 那你知道 譯音那些東西 有時候又會錯的 而Exita 就有時候有些人 國語 我就不知道它是什麼 廣東話 通常就會叫它做 阿瑟特 因為譯音的問題 你喜歡怎樣叫它 因為其實 有時候這些東西 沒有什麼官方不官方的說法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面對這個情形 我都會用回英文的 Exita 就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地方 它 剛剛說了 它是這個 Defong 整個郡 的 叫做 郡匯 就是 整個地方的 中心地方 PayMath 都不是 雖然PayMath 城市的尺寸 大 人口比它大 人口比它多 但是它這裡才是 郡匯 什麼叫郡匯 我們以前 叫一個地方 廣州 叫省匯 就是那個地方 地區的 比較中心 或者比較集中的地方 這樣 這樣 能夠被稱為 這個郡匯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 整個 這個Defong 的 County Council 那個 地區的 議會 還是 地區的 政府 整個Defong 的 Council 就是在 Exita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其實 一般來說 它都是 比較多 人去的地方 為什麼呢 首先 我慢慢說 因為要一筆一筆 這樣說 就會很亂 基本上 可以跟大家說 Defong的經濟 傳統行業 就是零售 和服務業 很奇怪 大家看回地圖 一個 丁市 不要說是丁市 就是 很小的 又大不大 又小不小的 旁邊PayMuff 都比它大 為什麼 它主要的產業 是零售和服務業 因為 這個問題 它方圓 二十幾三十公里內 或者到四十公里內 全部都是小城鎮 梳梳落落 還有很多 綠色地 龍條 所以基本上 所謂它的零售和服務 因為這個產業的中心 就是因為 它是服務 和零售 它當地 整個Defong 在鎮農區的那些人流 明白嗎 很多人 假日的時候 會由小的埠仔 下去 Exita 消費 就是玩 吃吃吃東西 開心 一整天 這是很普遍的 所以變了 它那個 所謂的零售和服務業 主要是服侍自己人 當地的 附近的居民 或者附近的人流 另一方面 但是,Exeter這個地方真的是看天氣吃飯的 為什麼說他看天氣吃飯呢? 因為其實英國的氣象局是在Exeter的 所以當地會有很多氣象學家和氣候變化專家 就在那裡註冊去研究一下歐洲或者英國或者大西洋的氣候 所以就是其中一個都挺重大的產業 你不要看少了研究天氣這方面的專業 另外一方面,除了這些專家的研究之外 大家都應該知道Exeter裡面是一間大學的 而他呢,只有一間大學 但是你不要以為他一間大學在這些 好像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浮 就以為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Exeter這間大學,即是他裡面的大學 Uracy of Exeter,是挺好的大學 即是英國的大學排名榜來講 英國,不是全世界 英國的排名榜來講 英國的排名榜來講 是佔二十多位的 即是偏中上的 即是都是厲害的學校 都是一個有質素 有挺好的學校 即是有些名氣 而同時間,他帶給Exeter是很大的 經濟上的幫助和影響力很大的 如果你找回地圖,你就會看到 其實Exeter大學呢 他本身都已經佔了整個市鎮 或者整個Exeter地區的 差不多百分一的區域 或者九分一,我不知道 或者多的可能七分一 但如果你以這個區域來講 連數的其他區域 學生住的地方 那你就知道 其實他是佔了整個Exeter 差不多四分一五分一這樣的 這樣的尺寸的龐年大物來的 所以有時候 某一方來講 他也是一個Exeter的地方 也是一個大學城來的 那同時間 Exeter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很多旅遊景點的 而且也是很多 尤其是夏天 是很多人旅行 或者去玩等等 但問題是 他不是用旅遊業作為主導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旅遊業是很季節性的 一到夏天的時候 就很多人去Exeter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樣東西 他是西南邊 第二樣東西 他真的是漂亮的 因為他有很多那些古舊的建築 附近也都是跟Paymas一樣 有很多那些田園的風光 還有一些小城鎮 很漂亮的那樣 他自己裡面 也有很多中古時代遺留 或者是比較古老的建築物 都挺漂亮 挺得體的地方 而且小小的 但是呢 很有趣的就是 雖然說他整個市鎮 他說大不大 他說小不大 但是呢 他的市中心呢 那個規模是大的 如果你對比起其他 好像我們的中部城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呢 其實他跟萬城差不多 他那個市鎮 那個市中心 戰地面積 或者擴展範圍 是很大的 但是呢 他的店鎮 都多的 但是疏疏落落 所以是很難走的 所以就是說 市中心的尺寸 是很大 但是呢 這不代表說 他是很多店鎮 雖然他也是很多店鎮 為什麼呢? 因為他 剛剛都說了 他是靠零售和服務業 去服侍他附近地區 可能幾十米距離 那些小市鎮 那些人流 所以變成了 其實他店鎮的數量也不少 但是呢 他的市中心呢 是真的大 大過Lexar先 所以你明白 Lexar本身是一個大埔 都不小 但是對比他 對比他來講 市中心的尺寸 真的是 Lexar是小 小他都差不多三份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小過他 沒有那個市中心這麼大的 不是開玩笑 有時候你由市中心那個 high street 就是最普遍 每一個英國的市鎮的市中心 都有一條high street 就是那些大街 或者叫市中心的街道 一條街 就橫跨整個市中心 那他那條街 那個high street 是很長的 你看到 從這裡跨到去 很美 很誇張 真的很長的一條街 所以你就明白到 其實市中心 都很大的地方 那話說回來 他除了剛才和大家說 就是說他很漂亮的地方 有些古古建築 有些小市鎮的風光 就是他附近的小市鎮 有很多風光 那樣 同時間呢 因為他是臨近海邊的城市 雖然你看到 其實他有條內海 然後再通進去 就是一條河 其實他就不是很近海的 可能都差十幾二十米 那樣 但是都依然是一個 臨海的城市 或者近海的城市 變了很多時候 那些人呢 在夏天的時候 都會去這些 EXITAR裡面住 或者可能 去再下一些 EXMATH的地方去住 那樣 為什麼呢 他附近很多 很漂亮的沙灘 不是開玩笑 就是 在這邊 EXMATH 正對面呢 是有些很漂亮的沙灘 有這些地方 是很漂亮的 這些沙灘 還有呢 大家不要以為 他雖然還未到 康和那樣的地方 這些水清沙 又很漂亮 但是他這裡 那些水都已經是很清 不知道有沒有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希望有 大家看到了 他那邊的沙灘 那些水呢 雖然浪大 但是是很清的 那些水 是透的 但是問題呢 你又未必好像玻璃 那麼漂亮 如果你去過 地中海 有些地方 譬如希臘 那些水清得 你在海邊看下去 是完全看到 建底 是好像玻璃 玻璃水 那樣的 那麼英國呢 雖然他這些地方 那些水 都是很清 能見到很高 但是 是看不到內 下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浪 對著大西洋 對著大西洋 變成沒有地中海 那麼風平浪靜 但是呢 水質是漂亮的 是好的 是清的 所以是值得大家推介一下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又不想去 匡和這麼遠 你又想看到水清 沙幼 挺好景的地方 你也可以想想去 Exitar 還有一個城市 有些觀光 都挺好的地方 那 說完這些風光明媚的說話之後 也要跟大家說 他人口的編排 或者他人口的狀況是怎樣 基本上 到目前為止 2019年來講 估計他Exitar裡面的人口 是有13萬左右的人口的 然後當中 大部分 佔了90% 即11萬的人口 是白人 其餘 其餘 亞裔人士 佔5000 然後黑人 大概是700人左右 所以其實 他是一個 以白人為主的社會 和市區 亞裔人口 或者黑人 都比較偏少 就是這樣 那好吧 其實 我想其實 應該華人都多 為什麼 因為很多華人 在那邊 讀大學 這件事 我知道 他在大學 因為大學都挺好的 所以變成很多 劉學生 世界各地的人 都會去那邊 而且夏天的時候 挺爽的 所以聽聞說 夏天的時候 很多學生都提早過去 就度下假 然後就入學 但是今年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變成 比較疏落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 那 好了 那跟大家說完 這些資訊之外 那 地方的圖片 我就不看了 那直接跟大家下區 看看這個EXITAR 究竟有什麼地區好 那 綜合來說 其實EXITAR 整個區域來說 他的貧富 完全差距 不算大的 他基本上 大部分的地區 都是算好區 那當然 裡面也有些不好的地區 那 那 但是因為他本身地方小 變成了 他那個 好區和 壞區之間的距離 或者分佈 都是比較 差別比較小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你選擇地方的時候 要小心 要看那個 貧富懸殊差距表 去計劃 究竟你想去哪個地方 落腳 那 但是我現在就給大家 概括地一些資訊 讓大家知道 有哪些地方比較好的 那 第一件事 如果假設你 希望在EXITAR 比較近市中心的地方 第一個地區 你可以選 就是在EXITAR的東南面 近市中心的地方 那 那裏有一條街 叫 聖尼爾拉斯的路 聖尼爾拉斯路 這樣 在這條街 附近的地區 這邊市中心 這邊有大教堂 在東南面 這條街 那 在這條街 附近 無論是 上面的 近市中心的區域 或者下面的地方 都算是一個好區 雖然 它的治安數據 大家看看圖表 那 我們又提供到 一個月頭的 罪案數字 有570單 但是因為它近市中心 變成大部分的 罪案 都是來自市中心地區 那 已經沒有了 咬市 出來了 就是這條街 在這條街 就是附近 這些地方 都是算好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一件事 我在字幕那裏說了 就用英文打了給大家看 在這裏 有條 Western Way Western Way 這裏 下市中心這邊 就不是這麼好的地方 如果有Western Way 向東南面移 就開始是比較好的地方 直到這裏 叫做Barratt Road 的地方 或者醫院 以這條路為界 打後這些 就不是這麼好的地方 Sorry 因為我的頭 阻礙了 就是這裏 這裏有條路 這裏有醫院 在這條路 對落這些 這些地區 就是集區 大家就小心一點 就不要了 就是永遠 這個 夸夸位 梯形的位 Western Way 和Barratt 中間 這些區域 就是挺好的地方 大家看看貧富 懸殊差距地圖 就可以得出一個 比較準確的位置 然後看看 學校 第一個 Cashman 學校 是聖James School 一間中學 Oversuscription Rate 是大約 32% 就是 人數 超載 32% 這裏 然後 GCSC的五科合格率 是42% 左右 算是一個 中中庭的學校 或者中下的學校 就是你自己的觀點 與角度 我就覺得是中庭的 因為英國的學校 永遠 GCSC的數字 都是這樣的 然後 假設你進不到 Cashman 地區的第一個 Cashman的學校 你就可能會 篩到另外的學校 另外的學校 有什麼學校呢 又是聖Luca 又是聖Peter 這些 那也是 有些是中下 有些是中庭 那樣 而大家要留意 聖Luca 那間 在Offset 給他的評價 就是要他不是那麼好的 是比較紅色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不是那麼好的學校 另外這個區域 的樓價 你可能會找到一些 兩房的Flat 就19萬鎊左右 這個區域的樓 其實是比較貴的 三房的Town House 就是 好像Terence 那些可能有地牢 那些 就大概 35萬鎊左右 就是比較貴的 Exita 總括來說 Exita的樓價都是偏貴的 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這個就是介紹給大家的第一個地區 然後第二個地區 咦 Overlap了 第二個地區 就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在他上一點 基本上 你由這個區域 向上移 有條好像走廊通道 通到來這邊 這個地方 就叫做Post Road Post Road 然後呢 由這裏下面 就是剛才跟大家介紹的那個區域 上去這裏的一個通道 這樣 這些區域都是幾好 不錯的 然後Post Road 這邊呢 亦都是幾好的區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當然 因為我剛才跟大家說了 他Exita 因為有時候那個貧富 完全差距 那些地區 是輪接得很厲害的 因為他的地方很小 所以變成有時候 你隔幾條街 就已經是壞區 所以變成有時候 你要選Post Road 那些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要小心點 確認一下 究竟他裏面呢 那個貧富 完全差距的狀況 那些人的生活環境是怎樣 從而選擇 在哪個街區下落腳 這樣 那講完這件事呢 就是Post Road 這個地方的 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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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聚安 聚安 大約一個月頭 480單左右 還有呢 他的Cashman 第一個學校 都是聖James School 跟剛才那個地區一樣的 都是中庸庭庭的學校 屋價也是 兩房的Fract 可能便宜一點 就是17萬磅 可以找到的 然後 通常大部分那些屋 都是Terence House 28萬磅 就買到一間三房的Terence 就是這個Post Road 那通常呢 跟大家去研究這些地區的時候 一直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近市中心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始終近市中心 那個治安 或者複入程度比較多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通常在介紹地區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呢 大家能夠選一些 偏遠一點 就是不要那麼近市中心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呢 在這些地方呢 中間有個Vatials Vatials呢 通常這些超市場 會開在一些 比較 有錢人 或者中上階層的地區 這個超市場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呢 這個 剛才我介紹給大家的地區 都算是一個 叫做中上的階層所居住 或者所選取的地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說完這個Post Road之後呢 再向不移 再向不移呢 就在這裡 有個地方 叫Stoke Hill 這個Stoke Hill 就有點古怪了 為什麼呢 在那個地圖裡面來說 Stoke Hill的地方 佔地面積很大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Stoke Hill的位置 就不是在這邊 就是不是這麼大一個地方 那樣的 而我想集中說 在Stoke Hill這個地方呢 你用這 這裡有一條路 山路 貫穿下去 市中心的區域 那樣 同一時間 這條路也是叫Stoke Hill的 OK 然後呢 我想介紹給大家的區域 就是在這個Stoke Hill這個路 的西面 這個區域 才是好的區域 然後在Stoke Hill 向東的區域 就不是這麼好的區域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現在想介紹的就是 這個Stoke Hill這條路 西面的區域 就是這邊這樣 就是在這條路 和這個大學的中間的區域 這樣 就挺好的區域 第一件事 就是 學校也是 那間St James School 是好像第一個Cashman的學校來的 然後呢 假設你是跌到第二個Cashman的話 你就看到 就不是這麼好的學校來的 這件事要留意 但是呢 有一件事就好 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 罪案數字 或者每個月的罪案中數 都是高的 這個地方 很平常 因為為什麼 都是始終近事恐深的區域來的 但是呢 你可以留意到 它的樓價 就比剛才我介紹的兩個區域便宜一點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在這個區域來說 你除了可以住之外 你都看到 它很接近大學這樣 變成 這邊都有一些 可以做租盤的情形 可以租給留學生 賺一些腳錢 或者租一間房子給留學生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變成 其實它這邊的樓價都比較穩定 你找到那些三房的Terence 就22萬磅左右 三房的Semi House 就27萬5千這樣 那當然 如果你說純投資的角度來講 這邊 就未必說真的很接近 這個大學的區域 可能隔離這些區域 會更加接近大學這樣 可能如果你用來做 作為租盤等等 可能這邊地方 會更為甜美這樣 那這些你就自己去搜查 因為做投資 賺錢這些東西 是要靠一分努力的 不是開玩笑 哈哈 那好啦 講完這個縮條的地方 那就再 移向西面 移向西面 就是在這個 Exeter的大學 在後面這裡 就是向北的區域這樣 這樣 OK 放大這個地圖給大家看 這裡是Exeter 這裡是Exeter 這裡是Exeter大學 然後Exeter大學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區域 那它就叫做Dune Yard 這個地方Dune Yard 這個地方 咦我有沒有出字幕 有 這個地方它是小小的地方 所以變成它的治安是不錯的 一個月頭的帳號數字 都是25單左右的 然後學校的Catchman 就比較麻煩一些了 理論上它就應該是St.James的 但是呢 亦都有可能 因為它是比較偏遠了 因為St.James的Catchman 都挺大的 那所以有可能 你會被別人 篩到另外一間 不是那麼多的學校 解釋如果你住一個區 所以你要留意一點的 還有它的物業 或者放盤的那些 屋不是那麼多的 那找到一些兩房的Fract 就175,000磅 可以解決到 另外呢 也找到最便宜的那些 那些三房的Telence House 就要245,000磅 理論上就好像偏貴了一點 那但是呢 那這些 因人而異 因為個個去這些地方 或者Exita住 或者都有他們自己不同的 因素 那不得而知 那大家自己要選取 那然後呢 講完剛才那些地方 那樣 我就向下面 向下移了 在Exita 下面 南面有個地方 咳咳 就叫做 Alpington Alpington 就真正正在 Exita的南面 那如果你說 問我 普遍來說 是近這個 Exita地區的話 可能說 怎樣說 這個 近市中心範圍的區域來說 其實呢 是這個 Alpingham Alpington Alpington 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好的 比較理想的居住地點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件事 它那個學校的 Cashman 那間中學是不錯的 就是中中挺挺的 那樣 那個over substitution rate 不算太高 都是1% over subscribed 這樣 然後呢 GCSC的五科合格率 又48% 那你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 Axita或者Paymuff 這些地方 那些學校的 GCSC 五科合格率其實不高 最高的學校 都是只有五十幾個% 那樣的 那當然呢 它外圍少少 那些承制 那些成績是很好的 有些去到六十幾個% 那些地方是比較偏遠的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說 是有什麼地方 就是近Exita 就是會有些是比較好的學校 但是偏遠一點 那我等一下慢慢跟大家說 那但是現在目前來說 是這個 Alpington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Exita 裡面 就是比較理想的居住地點 比較理想的地點 因為為什麼呢 治安又幾好 然後學校又不錯 那樣 屋價是理想的 就是你找到兩房的Fat 17萬磅 解決到 然後你找到那些三房的Semi 比較適合 家庭來說 就29萬磅 就是給 那個中位價 就是英國的樓宇的中位價 來講是偏貴少少 也很少的 但是呢 另外一個情況 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在這個 Alpington 這個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它 它有很多不同的商店 就是都很方便的 就是在這個小區裡面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Lidl 有些DIY的店 有各種不同的店 還有旁邊呢 有些車行 做車就沒有問題 那 除了這個Alpington 這個地方之外呢 在旁邊呢 Mars Brown 都是不錯的 都是幾好的地方來的 但是呢 下面呢 它又比較多那些 大型的Warehouse 等等 所以有時候呢 就會經常有些 比較滋擾性的貨車 或者一些車出入 那樣就不是那麼好的 那但是呢 如果中括來說 入面 就是住得這邊的 或者這些地區的人 來講的話呢 都個情形 那個生活環境 都算是挺好的 就是它們都OK的 這個區域 所以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Alpington 那樣 那講完這個Alpington 是比較理想的地方之後呢 那之後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說呢 我跳一跳地圖先 因為這樣很容易搞亂的 因為 特地要找那條路 因為這個 這個區域呢 它沒有一個 地區的名字 給它 所以有時候呢 就比較難搞些 那是什麼地區呢 就是呢 這個叫做 Ridening Ridening呢 是在這個 Exeter的 東面的 那旁邊呢 其實大家要小心 一件事就是說呢 在這邊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個地區 這樣 這樣的 一個範圍 其實就是在這個 Ridening的 左邊和右邊 這樣 或者你可以說 如果以這個指南針來說 就是西邊和東面的地區 這樣 就是周邊附近 圍著這個 Ridening附近的地區 這樣 那就是比較好的區域來的 但是如果你超過這個地方之後呢 醫院附近這些地方呢 就未必那麼美滿的啦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件事的 那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呢 它這邊呢 那個治安算是OK啦 因為一個月頭是165單這樣 然後呢 它這個學校的Cashman 就是上面這裡有一間 聖Peter這樣 聖Peter這樣 聖Peter也是一間 鍾鍾鍾鍾鍾的學校 其實成績都挺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啦 那個over substitution rate呢 就43% 然後這次Cashman 就去到55% 那樣 就是一間幾好 或者是中上的學校 那樣啦 所以這也是一個理想的地點來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但是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它的屋價呢 也是啦 兩房的Fed呢 17萬磅左右 然後三房的Semi 就是29萬磅左右 那假設如果你覺得 剛才介紹給大家的 那個Alpington 不是那麼好 就是學校你都覺得 啊 都是差一點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考慮這邊 那樣的 那但是呢 唯獨是一個問題呢 就是 因為它這邊呢 咳 就有那些 Retail Pack的東西 還有有Cashf市場的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呢 你自己小心一點 可能有時候呢 近Cashf市場呢 那些人不是那麼喜歡 因為 品流比較複雜的 就是很多人 出出入入啊 還有很多人會 會搞事 雖然你看那些資料來講 它貧富懸殊 還有入住這邊區域的人士呢 都是中產或者中上階層這樣 但是呢 這一方面呢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那些比較平靜的生活呢 可能 Alpington 就比較好些 但是如果你想 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啊 啊 就是 人流多些啊 或者可能會 會有些這樣的情形 的發生 我都不介意 最緊要就是學校 好 那可能你會 可以選這邊啦 OK 好啦 講完這個比較近 這個Exeter的地區之後呢 那就跟大家下去看看 其他比較偏遠一點的地區 什麼偏遠地區呢 就是在這個叫做 Exeter的 的 先看 的 東南面 東南面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 啊 叫 不知為什麼 今天的喉嚨很辛苦 有個地方叫做 To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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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呢 就是 在 Exeter的東南面 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 來的 那麼呢 他的 罪案數字 就是幾理想啊 就是因為小小的 那他一個月頭 都得15宗罪案 左右 那樣 然後你有一條大直路 可以落到 進去 Exeter 而且都是在公路隔離 所以其實他的出入 都算是幾方便的 唯獨是 美滿的地方呢 就是說呢 可能他的學校呢 未必會說可能大家 那麼滿意 因為他的GCSE 五福合格率呢 都是41% 41% 左右啦 然後屋價也是偏貴的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找到一間兩房的 屋啊 或者三房的 house 那樣呢 就大個range呢 就說的是28萬磅 左右 至36萬磅 所以都比較偏貴 這樣啦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因為有時候呢 就是這些地方呢 就是很多時候會發展成為一些旅遊的 就是可能 那些人會 會旅遊去住這些地區的 的區域這樣 或者可能在這裡 搭火車下去下面 那些沙灘這樣 所以就有這些情形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說完這個地方之後呢 再 向 南面 向 西面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 剛才呢 跟大家介紹了那個 阿爾平騰 阿爾平騰 再下一點 在下面 下面 南面的地方呢 叫做 Ex-Minister 的地方呢 又是一個小小的 小的 那 最安數字不高的 也都是一個月頭 15單左右的 但是呢 這邊呢 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就是他的中學 不是那麼好 他的中學呢 就是要落到去 更加南面的 小小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來的 那間中學 因為那個Cashman 是來到這裡的 然後那間學校也不是那麼好 GCC合格率 都是只有33% 但是都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些朋友 他未必說 需要 小朋友要讀中學 什麼成這樣 那然後呢 在這個區域的話 你找到一些 兩房的Terence 就21萬磅 可以搞定 然後呢 三房的Link Link Detached 的房子呢 就27萬磅 所以其實都算是 比較便宜的地區 和都比較理想 那樣 可以給大家考慮一下 但是可以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近海邊 然後呢 潮漲潮浪的 推勇之下 就不要那麼近 海邊的地區 就進回一點 安全一點 而且你看到 它都是幾個 水流交匯的地區 所以要留意一下 會有水浸危機 這些東西 大家要小心查清楚 那好了 講完這些 那就可能 跟大家說一下 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什麼遠一點的地方 其實呢 剛剛跟大家說了 在Exeter下面 有一個地方 叫做 Exmouth 是不是 Exmouth 還是Exmouth 這些口音的問題 真的 OK Exeter就是這裡 跟著Exmouth就是這裡 那在Exmouth 我就不說Exmouth先 我就說上面 在上面 有個叫做 Limstone的地方 就是一個小小的浮子 來的 這個小小的浮子 我首先出字幕給大家看 那 因為長的地圖 沒有轉過 那很辛苦 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突然想起 有時候你知道老人家 不是這麼清醒 不是開玩笑 這個Limstone 這個地方 都是 幾漂亮 幾豐功明媚的 小市鎮島 這樣 然後它 一個魚頭 都是十單島 然後 它 但是 它 學校的 Cashman 就要落到下面 Exmouth 的學校 那 Exmouth 的學校 那一間中學 那一間中學 其實不是這麼理想 它是沒有 over subscription 到的 沒有 超收到 然後 GCSC合格率 只有35% 所以 變成 如果你的Family 有小孩 讀中學 或者小孩 讀小學 將來會想著 長住 然後會升中 那你就未必可能 會選擇這些 Halimstone 或者Exmouth 或者旁邊這些地區 就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學校不是那麼好 但是 一般退休的人士 或者是 希望 置業 比較 去一些 漂亮的環境地區 去住 這些地方是理想的 OK 然後在這個 Limstone 這個地方的屋 你會找到 兩房的semi-dechurch house 就餘17萬5千鎊 然後三房的terran 是34萬 英鎊 那比較偏貴 為什麼呢 因為近下面 沙灘 旅遊區 風光明媚 諸如處女 所以這些是沒有可避免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明星來的 你不要以為 這是賣給大家的屋 OK 純粹給大家看看 那邊的環境 沒辦法 它沒有其他圖片 只有這個 明星地區 總之 它都說了 漂亮的 不要太多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 那在這個 Limstone 再下去 大家會知道 就是這個 X-Math 這個地方 我先關一關 在X-Math 這個地方 它本身也是一個 浮仔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 不同的區域 然後在X-Math 裡面 我主要集中跟大家說 它比較好的地區 我就不想其他 那麼疏疏落落 不同的地方 在它北面 這個位置 理論上 它就是應該叫做 Bistington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在最尾 就是近東北面 最尾的 一塊 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 這個地圖 就沒有顯示到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尾這個區域 那大家可以 搜尋那個時候 打這個名字 都可以找到 那也是 學校一般 但是它的治安數字 一個月頭六十單 OK的 然後屋來說 都是理想的 大家看到那些 數字 二十幾萬磅 大家去選擇 二十到頭到 二十到尾 兩房 三房 Terence 都是理想的居住地點 而且 退休 都幾一流 為什麼 下面有沙灘 上面有風乾余畫 詩晴華爾的風景 所以呢 那就 幾享受 應該去那邊 那些屋子 那些環境方面 是幾漂亮的 那 除了講這個 XMath 裡面的其中一個區域 叫做 Bistington之外 在這個 XMath 的 看一下 叫做什麼 東面 東面有這個地方 這個小小的地方 叫做什麼 叫做 Bully Solderton 好麻煩 這麼多長的名字 OK Bully Solderton 就是一個小小的 綠色區域的 市鎮仔 都是旅遊區 因為下面有石灘 那樣 全部綠色地 那我按一按 那些地方給大家看 那所以呢 變了 因為是旅遊區近海 還有海景看的關係 所以它的屋子比較貴 而且是特別多Fat 還有大家要留意 那邊是很多 那些 那些 叫做 什麼 流動 流動 屋啊 還是什麼 Pathomes 那些什麼 是很多的 那些 也很多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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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搶海的 是不便宜的 那兩房的Fat 就要22萬 的 你找到那些 那些 三房家庭式的屋子 就 aan375,000 磅 學校Cashman 同俄角度 說了 就是隔壁 是X-Mod那邊的學校 就不是那麽理想啦 那但是這邊呢 有一個好的情況 就是說 那這個環境好 和那一個治安數字 都是偏低的 一個月頭20堂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它的風光是怎樣呢? 看見了,是很特別的,真的是向海的風景 有很多田園風光,真是很明明的 不是開玩笑,真是一個度假的好去處 還有真是退休的好地方 但是當然,冬天的時候是會貴的 刮起那些大西洋性的海風來講 真是不是人人能夠抵受得到的 這件事情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好啦,講完一個地方 那最後兩個地方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XMath 上一些,大概東北面的地方 不,sorry,在XMath XMath東北面的地方都比較遠 如果來XMath sorry,說多了 是來XMath,大概30分鐘車程 或者30多分鐘車程 距離來講,大概要成20米或者25米的距離 現在的地方就是這裡 我認識這個東西 那又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Ofkem 看先,好像是Ofkem 嘩,這些名字真是 不知道誰改 那這個小小的浮仔 為什麼跟大家去講這個浮仔呢? 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呢? Ofkem 在就近XMath的所有環固的地方 或者Devon的地區當中 這個Ofkem 裡面有一家學校 是比...真的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Oversubcription rate 你看到了 其實它那個Cashman的地區 就是環繞這裡 所有幾個小小的浮仔 收了這邊四個小的小的 幾個地區的學生 所以它的Oversubcription rate 都22%的 然後說成績好的話 就是對比整個區來講 它的GCC5分合格率是64%的 至於屋隔離來說 因為它是浮仔 比較偏遠一點 雖然說是M5隔離 但是你看到了 環固 周圍隔離左右 每一個地方是大浮 最近的就是Tonton上面 或者下面Exeter 就是剛剛在Tonton和Exeter的中間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如果譬如說你真的 純粹為了小朋友入學的話 你可以想一下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 或者就要各方面的 因素條件底下 除非你很有錢 三五七年都不怕的話 那你就住這個地方 應該是挺理想的 而且也是啦 風光也是漁畫的 小城鎮 挺理想的地方 而且讀書環境又好 所以變成了 必定會人結地靈 專屬人才 不是開玩笑的 那好啦 可能你會問 那除了這個地方 有沒有其他 又近這個Exeter 小小 但學校又好的地方 有的 在下面呢 就Exeter 看一下先 去到哪裏 我都搞到亂了 Exeter Exeter 對啦 在Exeter的東面 可能近一點 沒有剛才那麽遠的地方 就有個叫做 Alde St. Mary的地方 Alde St. Mary呢 裡面呢 有一間學校呢 King School 他就不是那些 七大King市名校啦 那就是後來才開的學校 那樣啦 但都好的 都不錯的 他的五方合格率呢 GCSC 會考五方合格率呢 就五十四個百分之左右 然後Over Submission Rate 不算高 所以是 都幾容易入到啦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那個智安的狀數字呢 不算高 也都一個月頭二十單左右 其實都幾好的 屋價大家見到啦 你找到那些兩方的Terence 都是十六萬磅左右 然後三方的Semi 一間 就是家庭式的屋的話呢 它是真的中位數字的 二十六萬磅 可以搞定的 所以是幾理想的地區 也都是幾漂亮的 那又叫做Alde St. Mary 大家去想一下啦 然後呢 他是來這個Exeter 多遠到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大概都是半個小時的車 或者二十幾分鐘 是來十幾米的 就是如果你說 一般在英國住的話呢 來這個Exeter 其實他不算遠的 如果你自己開車的話 所以其實都接受到的 那當然啦 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細心留意的話呢 那就其實 除了他這個 這個King School 是五花月率 五十九百分之外呢 其實Exeter裡面之前 剛剛跟大家說了啦 近市中心的區域 有一間叫做聖James 是不是聖James 看看先 聖Peter Sorry 聖Peter這一間 好像是 對啊 都是五十幾個百分之外的 五花格率 所以這些下風劍又有 大家自己 作出選擇 作出選取就是這樣 那好啦 那今天呢 和大家分享 這個Exeter的地區呢 就是這麼多先 那希望幫好大家 讓大家有個 更加深的一層的理解 這個Exeter 這個地方有什麼地區好 以及環境是怎麼樣 各方面的 那希望大家滿意 那下一次呢 和大家說什麼地區的話呢 那就保持這個神秘感先 因為有時候呢 要慢慢去蒸入數據 有時候發覺地方卡住了 如果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資料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突然間 轉轉其他地方的 所以我就 永遠不會說 給大家看 下一次和大家說什麼地區 那樣 那所以呢 大家就想啦 但是呢 應該都是 大家都幾熱門的 近期都很多 朋友在網上 是 是傾談的一些地區來的 那大家留意啦 OK 好啦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先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這個車的牌子 DASIA 這個牌子的車呢 當中呢 它也都有一些 比較大格的四驅車 當然啦 那些大格的四驅車呀 或者那些 MVP 那些 或者SUV那些 那些車呢 它的樣子是很難看的 因為它的設計呢 都依然是維持到一個 東歐國家的設計的水平 是很噁心的 但是呢 是很耐心的 也都是 口碑是不錯的 所以大家呢 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這一格 DASIA的車 是被稱為Car of the Year 又便宜又低彎之外呢 同時間啦 如果你Family Car的話呢 可以選擇一下 SYED啦 SYED是這個 福士系的汽車來的 和Skoda 另外呢 Toyota 這一個 Yaris 也是 好的車 然後SUV大格的 最好的呢 它就說是這個 Forg的飄馬啦 和 大富豪啦 那樣啦 另外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喜亞的車都好 但是這日都比較貴的 所以都不想的 所以其實呢 最後啦 真的想推介給大家 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DASIA 這個牌子的車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買一架 平靚正 挺好玩的 新車的話 因為舊車呢 它二手市場呢 這架車是沒什麼的 因為它只是推出了 這個牌子在英國的市場 推出了沒有幾年而已 都是很新的牌子來的 那麽所以呢 新車又好多 亦都幾便宜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啦 今天的新聞時間是這麽多 那麽希望大家滿意 亦都希望能夠提供到 幫助 提供到資訊給大家啦 是這麽多先啦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